大家好,我是学良 今年最热门的绿水鬼专题 这次为大家介绍的是 泰格豪雅的两款AQUARACER潜水表 一款是非常亮丽的绿面绿圈机械表 搭配不锈钢链带 一款则是沉稳而具有军事风格的灰面绿圈石鹰表 搭配卡其绿色的编织表带 我觉得这两款都蛮好看的 这次就一并为大家做个介绍 首先是机械表的部分 其实去年我就已经介绍过一款绿色面盘 搭配不锈钢表圈的AQUARACER 当时一推出就卖得非常好 今年则是更进一步 推出了绿色面盘加上绿色表圈的绿绿AQUARACER 亮面金属绿,第一眼就非常的吸引人 AQUARACER最与众不同的特色 便是它的十二边形表圈 边缘还加上了六个方形互扣 转起来更加的顺手 而这一次采用的是铝金属的数字圈 颜色看起来非常的鲜明亮丽 和绿色面盘互相呼应 令人联想起劳力士上一代绿水鬼 116610LV 不过这一款绿水鬼的价格 当然是清明的多了 它的绿色面盘也很有特色 凹凸有致的立体横条纹 随着光线的反射 亮面和阴影的对比 更凸显出金属绿的光泽感 但在手上一整个看起来非常的亮眼 厚实的指针和梯形石标 都填入了夜光涂料 在低光源处非常容易阅读 而且夜光还做了蓝绿双色 色调看起来更加的丰富有变化 这款表搭载的是Caliber 5 自动上链机芯 正平每小时28800 动力除能38个小时 石芯底盖上 刻有早期潜水中的图案 防水达到300米 三板式的不锈钢链带 单开式的表扣 细节打磨都相当不错 表扣后面也做了延长式的设计 穿戴在潜水衣外面也毫无问题 它的表壳直径 官方资料是43毫米 但对角线量起来有44毫米 表壳厚度大概12.5毫米 表尔间距22毫米 上下表尔的距离大约50毫米 至于说它的重量则是大约在180克左右 符合一般标准的不锈钢潜水表规格 第二款看到的是全新推出的感染绿石英表 它的面盘和表圈做得比较低调 采用了深层的消光色系 内敛又不失阳钢霸气 整体的感觉比较接近军事风格 包括它的卡其色编织表带 同样也是充满了力尽沧桑的男人味 石心底盖防水达到300米 提供坚固可靠的佩戴性 烟灰色面盘经过放射状太阳纹的处理 只有在特定的光线反射之下 才能看得非常清楚 单向旋转表圈 同样是十二边形的设计 搭配铝合金的字圈 半分钟一格 转起来的手感相当爽快 填入Superluminova夜光涂料的指针和石标 同样采用了蓝绿双色的组合 在低光源处看起来完全不低调 它的表壳直径同样是43毫米 对角线44毫米 表壳厚度只有11毫米 表尔间距22毫米 上下表尔的距离大概是50毫米 它的重量非常轻 连表带一起算 也只有93克左右 这两款AQUARA RACER 虽然都是今年最流行的绿色潜水表 但风格上各有不同 机械表定价台币90,900 耀眼亮丽的金属绿面绿圈 看起来优雅、高调、有内涵 适合正装穿搭 石英表建议售价台币53,800 军事风格的橄榄绿表圈 搭配绿色NATO表带 看起来沉稳、低调、有个性 适合运动休闲 至于说哪一款比较值得买 那就完全看个人的需求和喜好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